宣前倒數四天 隔壁打算到立院 針對高端做決案報告 立委再爆料 當初高端說和美國衛生院 一起開發疫苗 但有錄音檔曝光 這恐怕都是謊言 這叫做什麼 掛羊頭賣狗肉 魚目混珠 我們的民眾能接受的嗎 高端股價一路飆漲 甚至連金管會都曾發布 高端的九四交異常報告 封存三十年的高端合約 許願簽團說願意公布 在一檔就質疑 日前為瀑布大關上班時間 密會賴清德競選總幹事 就怕高端合約 早就被修改動過手腳 就算現在好 他們要公開 我想都已經不會是真實的狀況 現在能夠完整公開 高端採購的真相 只有一圖 就是讓國民黨執政 讓過去整個疫情期間的 各項採購過程攤在陽光下 這裡面是不是已經很多的資料 被淹滅或者竄證 民進黨曾經說 高端合約要封存三十年 是比照其他廠牌的疫苗處理 但在黨立委很搭臉說 根本沒這回事 跟高端的是五年 然後跟莫德納好像是八年 然後跟那個VNT 大概也差不多 七八年左右 沒有到三十年 他講三十年是什麼 瘋存 像是人家講的話聽不懂 他就不給你看 高端當初拿政府4.7的研發補助 唯一的客戶就是中華民國政府 而審核過程 愛哄黑箱作業 隔絕痛批 到底有什麼見不得人的機密 要瘋存三十年 國會要討論 你趕快公布嘛 高端大家都要問的嘛 人民的生命在危機的時刻 你用高端來期待 這是很重要很嚴重的事情 趕快公布讓全民來檢驗 冰山之一角 你看不到那個 在水面下那 90%以上那個才是問題 從頭公開 包括那些股票操作 還有那個金流的問題 還有包括EUA是怎麼過的 全部公開 高端疫苗背後 還有多少不為人知的黑幕弊端 就怕只能等政黨輪替 才有機會揭發真相 藉張熱慈 徐國豪 SN小組 台北報導 是小鈴鐺喔